有点难道,我是燕燕 只有高灶,我是温杰 我们看一下中华圈的新闻 首先呢,看一下这个金砖会议吧 金砖会议呢,是在中国厦门举行 那么金砖五国呢,就包括 包括中国、印度、俄罗斯、然后南非、还有巴西 这五个国家 之前呢,在中国和印度边境 产生了一些长期的警力的对峙的情况的出现 那么这次金砖会议 让大家所投入的焦点或瞩目的一件事情 就是习近平如何跟印度的总统莫迪进行交流 或者是说言谈举止之间会不会有些异样的动作呢 这也是成为各大媒体所关注的焦点了 对,那让人最关注就是 当然就是中国和印度之间的两个关系 所以呢,当他们在走这个红地毯的时候呢 也是握手最久的一对一对就是领导人 那最主要就是这个习近平随后就是主持这个金砖 国家领导人大范围会议开场 并且就是开幕意识上的支持的 然后最主要,习近平也说到就是金砖合作 契合就是五国这个发展共同的需要 顺应历史的大事,然后尽管五国的国情都是不一样的 但是它对五个国家伙伴关系来说都是包着一个繁荣发展的追求的共同点的 这是五个国家能够超越差异和分析 然后努力的实现就是让五个国家都能互利供应的一个方向的 所以呢这次习近平也宣布了将会就是设立首期的五亿元人民币呢 在这个金砖国家经济技术合作交流计划里面 并且就是加强贸易等领域的交流和务势的合作 嗯,确实这金砖五国其实还是蛮,市场份额还是蛮大的 你想想看在这个中国这方面就有13亿人口 印度人口即将会超过中国的人口 14亿到15亿这样子的一个格局 那么主要是这两个国家加起来的人口就是20多亿到30亿的人口 也就将近占了整个世界一大半的人口这样子一个数目 所以有市场就有经济的这样子的存活或者是说成长的空间 那么金砖五国呢这样子的合作呢 也是在不同的国家来 不同的国家会寻找他们自己目前目标性的市场吧 或许未来还会有一些更大的发展的机遇 另外呢我们再看一下西尔顿是不是也有他发展的机遇呢 那么西尔顿酒店呢 在上海的西尔顿酒店明年呢将会撤出上海 究竟有什么样子的原因让他撤出上海呢 关于西尔顿就在上海西尔顿 其实他是在1988年开幕的 然后也是在中国首家西尔顿的酒店 曾经以国际化的管理方式 就是刺激这个整个中国的酒店的这个业务 然后让他们有一个成熟的一个发展 然后在上海也是经营了30年 但是但是然后现在呢 他可能要面临就是要撤出上海了 再据说就是之前呢 如果在西尔顿如果是住一晚的话 就是住宿一晚的话 他是相当于就是普通工人的20个月的一个薪水 但是呢30年间30年间的这个酒店市场的变化呢 如今呢是很多的主要的中国品牌的酒店 都变成了就是当地人的就是国内的游客啊 还有一些商务人士主要要去的一个酒店 所以导致呢可能西尔顿酒店就要撤离这个中国这个市场了 所以他应该是市场前景不是很乐观 所以呢他就要撤出 确实中国有很多的酒店 既比较廉价 而且呢他的质量比又很好 就是他给你的服务于是是比较好 同时呢他的价格又不是很高 这样子的酒店呢很是很受 很受人欢迎的 那么西尔顿酒店 或许他的这个价格是挺昂贵的 但是如果是他的服务来说呢 也许是其他的酒店价格低的酒店 也能够提供相适应的一个服务 所以在此情况之下呢 他的事他就缺乏了一些市场的竞争力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也许会有意退出上海这样子 做出了这样的一个抉择了 或选择了 呃再看一下这个 也是在中国哈 就是马上呢 就是19大19大召开了 大约是在10月18号的时候召开 那么现在在网上呢 有一首歌特别火 叫做幻界歌 那么这个幻界歌的歌词 大家不要小觑啊 这个幻界歌的歌词里面 全都是19大入常委的人的名单了 这一首幻界歌的内容里面 有一段是这样子的 就是有写到 得江流尽献汪洋 然后明儿腾飞接云山 郑森取山归寒镇 打火战书郑之山 高利收藏春花战 然后还有就是 习礼并肩在齐航 所以呢 他有说到 在这个歌词里面 就是明显 明显的在暗示 就是七名常委的名单 还有其他角色的一个安排 分别就是习近平将继续担任国家主席 然后有李克强继续担任国家的 这个国务院总理 然后有现任的国务副总理 是由这个汪洋 将会取替就是张德江出任 全国大长 这个人大委员长 还有现任重庆的这个 市委书记就是陈敏儿 接替这个刘云山 出任着一个中央书记处的这个书记 然后掌管中共的这个文宣系统 然后现任的上海市呢 这个魏书记呢 就是韩正 书记韩正将接替这个余政生出任 这个全国的这个政协的主席 然后有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现任中央的这个 半空亭主任呢 就是王之山出任就是中级 出任这个中级委继续打虎的 然后现任的这个广东省的这个书记 就是这个胡春华嘛 然后取代张高丽 担任这个国务的国务院的副总理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这个王岐山 其实他已经得了据说哈 网传说他得了癌症 晚期的肝癌他要退出 所以呢是由现任的中央办公厅主任 栗战书呢将接任王岐山呢 出任中级委继续打大老虎上的一个角色 其实大家比较关注这份名单 但最主要的关键的一个点呢 就是王岐山的去河流 他就因为之前呢 除了习近平老大喜 好像似乎在群众的眼光当中呢 王岐山就是老二了 那么他在帮助习近平的大老虎上的一个角色上 是出了汗马功劳的一个人了 但是在新一届的领导人的名单当中 可以看到好像似乎要栗战书要起断 但是这个名单仅仅是就网络上的宣传 网络上的一个歌词写成的这个名单 不过这个名单也是和之前的日本媒体的买卖新闻 读买新闻这样子的一个媒体报道的那个名单是一致的 但是最终的名单还没有出炉 大家还是不知道具体最后的结果是怎样 但是现在可以如果是真的要栗战书来接替王岐山的话呢 看来真是王岐山是有一些特殊的原因了 那么这些特殊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好像似乎在传 网络上也在传 王岐山好像似乎得了这个晚期的肝癌了 那么在网络上的网民们为了这样子不引发敏感这样子的一些词语呢 都把王岐山的岐山用73来代替 然后把解放军301医院用301来代替 等等这样子的一些具有敏感性的词汇的代替的方式了 究竟王岐山的去河流会怎样呢 本人还是感觉到有就是比较一个正面的看法来看待这件事情 就是这件事情因为还没有最后结果 等到19大10月18号召开的时候就可以知道 这个王岐山的去留了 因为除了这个我们再看一下 在正值马上就要到了19大 开始换届 换届选举这样子的一个重要的事情的事件 开始的是前期呢 那么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呢 也是被受关注的 然后关于刘霞 他其实本人是希望可以长期留在这个北京的 但是他的朋友就是也都认为呢 在中共十九大的这个稳定压力下呢 刘霞可能仍然会被安排 就是离开这个北京的 由于刘晓波在7月13号 因为干癌事事后呢 就是在当月就是15号就是火化 并且就是海藏的 然后让这个外界一直无法 就是通知刘霞的消息 但是有传闻就是说 这个刘霞就是被安排到云南去旅游了 嗯 或许会被安排到云南去旅游是吗 嗯 之前呢 大家都联系不到他 不知道他去哪了 那么只是在刘晓波的葬礼上 然后在刘晓波的海葬上看到过刘霞 但是从来以后就没有见过刘霞了 而且也联系不到他 那么最近呢 他的友人就联系到他了 他现在目前还住在北京 那么他的友人在给他通话的时候呢 刘霞也是很少说话 只是倾听对方所说的话 看来倾听还没有完全去恢复过来 嗯 但是呢 有人也在啊 有这样子的一个嗯 这样子一个预测 说因为19大马上要召开各个国家的记者 都要来到北京 怕有一些额外深知的一些事情的发生 他就会把一些受关注的热点性的人物 去被遣送旅游 然后到其他不同的省市去旅游了 不过这件事情呢 目前来说呢 嗯 还是需要看一下进一步的一个安排了 嗯 再看一下 加拿大 对 加拿大的这件事情啊 加拿大的这件事情呢 呃 因为加拿大有一个签证嘛 是十年前的签证 那么现在这个签证呢 好像是中国人的申请还是蛮多的 对 然后根据这个推出 呃 因为加拿大在2014年的时候 就推出了十年前证以来呢 就有大约有300万人就是获得了这个签证的 然后其中就是中国居民占了将近一半的人数 所以呢 因为这个加拿大的签证 他们说是特别吸引中国人的 超过有一百四十万的这个中国居民 就是获得了类似的这个签证 此外呢 呃 除了有中国人啊之外呢 也超过了就是71万的印度人 还有27万的巴西人 然后14万的菲律宾人 菲律宾的人也获得了这个十年的签证 呃 然后持续这个呃 持有十年签证的这个人呢 每次最长能逗留呃 在加拿大大半年的 所以呢 对于呃 越来越多中国人获得这个签证呢 加拿大呃 这个 有专家就是说 加拿大的酒店啊 零售商啊 呃 餐饮 聘请 更多都是说着普通话的呃 员工哦 所以也有不少的这个呃 中国富豪都是在当地购入酒店呃 渡假村等等 或者还有房地产等等的一些 嗯 看来其实呃 周围的很多朋友也都说 说加拿大呃 是比较依据的一个地方 呃 呃 因为他的社会宽容度比较大 那么他能够包容各种的不同信仰 不同文化的人在一个国家去生活 所以呢 很多人呢 他都会呃 弃美国而选择加拿大去长期的移居 或者生活或者是学习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看来 其实加拿大还是蛮具有移民紧争力的 尤其是对中国人来说了 嗯